郭台銘回到發肌廟 板橋慈會宮參拜開獎 隨後趕往板橋拂安宮 上香參拜一天三場 都在新北板橋廟宇 似乎在跟侯友宜搶地盤 只是備戰2024 郭董日前才約柯侯喝咖啡談合作 又批他們不團結 不讓郭董採自家大本營 和友宜同一天到新北三重 先色公參拜別苗頭 另一方面郭台銘的團結聲聲喚 柯文哲不領情 直言郭柯佩不可能 自己要選到底他會贏的話 那他就選到底 我們不會逼他 只是說大家要 事實物者為俊傑 事實物者為俊傑是在逼你嗎 就是要跟郭台銘喝咖啡嗎 所有郭台銘問題通通不回應 只是柯文哲應邀看球 陪同的恰好是挺郭派議長謝典林 兩人球場上有說有笑 是否也幫牽線喝個咖啡 能不能合作 那就是既然是挺甜蜜 中間人不好再多說 相較郭台銘主動出擊 柯文哲已不變硬萬變 而且似乎只能交給時間 三零新聞 綜合報導